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出来 车总赵 文汇不是你家的啦 我们来看到在这个画面 大家刚刚有没有记得呢 没有错 这个为了抗议劳基法的排审的瑕疵 薛耀明委员经过11个小时的议事抗争之后 是被他们两个给强行带走了 一个叫苏正清 一个叫陈明文 拉出了委员会的会议室 不也让外界看到了说 这是议事攻防的新招吧 以前民进党霸占主席台 现在升级了 是把人给架走吗 结果后来怎么发生事情呢 是两强正式对撞了 行政院长赖清德要跟黄国昌两个来对一对 他说呢 我有传简讯请教时代力量 主席黄国昌的议事规则 因为他认为民进党在主持 整个的议事规则里面是没有错的 但是黄国昌说 徐永明对于程序正义的坚持是正确的 我支持我们的总照 对于这样的着力的媒体政治操作 真的很让人觉得厌烦 行政院要讨论议事规则 我很欢迎 但他认为解释议事规则是立法院的权责 好 徐永明今天到了我们的现场 好 我们现在还原一下昨天的现场 你从早上9点钟 你排第一个进去 主要是程序发言 还没到这个实质的答讯 那程序发言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我已经讲了11个小时的话 11个小时你不断的在讲话 对啊 因为我要不断的回 不断的强调重点 所以你11个小时没有离开过 完全一步都没有离开过 没有 就要站在那里 那你用什么样的包大人 有人最好去上洗手间 可是不能啦 因为你去了以后 你可能回不来 去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往下走了 一走就往下走了 因为所以我必须一直在那里 那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也还站在那里 我也没吃饭 一直到晚上 那 就有喝水啦 我看不到这个喝水 我大概预估可以撑到晚上12点 你喝了多少水 我大概好几次的水 好几次 因为要一直讲话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喉咙杀痒 等一下我想教一下陈医师 其实这样会伤害身体 还好 像状况看下说喉咙有问题之外其他还好 那你的旁观很强喔 现在其实重点是这样 我在问的就是复议期 因为法案除了法案复委之后 不代表一定要排审 因为中间有个复议的期限 那民进党有60位委员赞成 那我就问说那60位委员是不是都填了 不复议同意书 老柯说 都有填 只是有两个删掉 表示有两位委员 保持他们复议的权利 那两位一个是林淑芬 一个是江永昌 所以我会说 那你要不要等复议期之后再排案 好 这个后来在中午的政党协商 三个党团也觉得说这样可能比较适合 那我觉得他们有几个解决方式 第一个叫林淑芬签字 林淑芬跟江永昌签字 表示60个人都不复议 那我就下来 因为表示这个排案是合法 第二个 今天是院会也可以复议表决 那明天可以排案 另外就是下礼拜二复议期 我其实基本上就是希望 这整个程序完整 他们没有处理 那其实各位可能会看是晚上才排除 不是 早上的时候 其实陈明文委员跟苏正清委员 就试图要把我拉走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新闻说 陈委员你不要碰我 我不是 张花冠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在拉我了 你说你不要摸我了 我说是碰了 媒体写错了 其实他那时候已经在拉我了 我会觉得说 如果赵委决有一件 其实可以用警察权 我们立法院是有警察权 你其他委员去把其他委员拉走 这是妨碍自由的问题 那整个一整天下来 妨碍公务吧 另外一个 就是说其实为什么会 因为之前有传说柯总召有去跟国民党谈 他否认了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 他是呛我们 他应该针对媒体去澄清 因为报道有三例的新闻网 有封传媒 我们是根据这个来质疑说 你那么急着要排审 排审情况又很很顺利的样子 因为昨天是巡答 我被拖走之后巡答很快就进行完毕 明天共庭会礼拜四就审法案 很可能礼拜四就出委员会 那因为下礼拜是讲话案 他们希望在林静怡主持的时候 把它处理掉 所以我整个问题就说 第一个急什么 程序可不可以更完备 那整个劳基法的问题 虽然民调支持很高 那应该更有空域的好的空间 把它谈清楚 因为他的影响非常大 那刚才看到所谓黄国昌 跟赖院长这个事情 那有点题外话 可是我要提 赖院长曾经打电话给黄国昌 对 之一我跟林美卓部长 咨询的事情 黄国昌回答他说 他觉得没有问题 我是就事论事 这本来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通讯 这不是简讯的是电话 昨天各个媒体就开始报道 赖院长有打电话给黄国昌 各位想想看 这绝对不可能从黄国昌 或我们这边出来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立场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激烈了 开始有这些 那昨天晚上赖院长简讯给黄国昌 关于这个议事规则的事情 结果今天早上媒体记者访问的时候 赖院长把他讲出来 所以国昌才会说 你打电话给我 或简讯给我 然后又跟记者讲 那这是怎样的政治操作 我想这个是另外一个事情 所以我跟各位报告 那为什么要11个小时 因为整个如果不把这程序问题解决 他直接进入答询 这个法案就进入审查的状态 如果进入审查的状态 真的这个礼拜就会过 按照目前情况是会通过 因为民进党控制多数 所以我为什么会在那边坚持 主要就是强调 程序可以把它补齐 民进党在立法院在委员会都是多数 他们要的方向可以做 可是不用那么急 你在11个小时候后来 后来是被拖出去了嘛 对 刚才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是陈明文 右边是苏正清 对 苏正清是整个抱着这样 OK 然后后面有庄瑞雄他们 他们大概8点多被叫回来 对 因为他们有些不是该委员会的 像庄瑞雄不是 OK 你没有抱着那个发言态 死守那个发言态 其实我应该很久就离开发言台 因为早上的时候 他们已经把我推开 其实我既没有占领主席台 也没有占领发言台 我是在发言台跟主席台中间的 空间里面 站了11个小时这样 OK 那时候主席是林静怡 对 林主席 那他的立场是什么 林静怡一直觉得说没有问题 那我跟林静怡提三个解决方法 我前面讲的 你找林淑芬签嘛 那可是他不愿意处理 他觉得应该就这样走下去 那我也跟林静怡建议说 要么你叫警察来排除我 因为国民党不愿意上台讲话 因为他们觉得我在那里 可是他不愿意 最后是委员来 我觉得国会的肢体冲突 大家都会觉得常态 可是其实这是违法的 因为这有妨碍自由的问题 你如果委员把委员抱走都可以 委员来当警察 那丢水球 抛面粉 那有什么问题呢 所以我会觉得说 今天我其实在脸书上有讲 这有妨碍自由的问题 如果新国会觉得这样可以做 那以后国会里面就在比拳头了 要控告吗 我是希望院长先处理 好 院长我们国会自律嘛 院长要先对这个东西表态 搞不好他会把你送资历委员会 陈建委员会 不是 我是进行我答询 我如果违反议事规则 他可以动用警察权 你懂我意思 我们是有警察权的 可是他不能其他委员来把我架走 那是人身自由的问题 OK 如果这子力一开的话 那以后民进党的人数是在野党的一倍 他就是两个定一个 然后把其他人都抬光就继续开会 我们党是四个可以定一个 那当场邱益英委员 为什么要呛你太阳花崩溃这件事情 他的前因后果又是什么 其实我主要是取2014年的时候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因为我们只听到后半 那前面你讲了什么把他激怒 等一下我们再来听一遍这一段 因为我想这段对年轻人来讲 在网路上引起了极大的回响 因为有的时候太阳花这三个字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过去的一个抗争 然后是一个正义 跟一个集结大家的相亲力的一个代名词 这三个字 那被呛说太阳花崩溃了 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是那种情感是很错终复杂的 但是我们要把整个事情还原看 到底是什么前因造成这个后果 来我们听听看 张庆庄都懂得尊重复义起 三茶改工厅 你不要再说了 太阳花已经崩溃了 太阳花整个大崩溃 你在这里称赞张庆庄 你们太阳花已经整个大崩溃了 现在拿出来的证明这个会是正当的 拿出来就知道了嘛 这是会议规则讲得很清楚啊 43条讲得很清楚啊 你刚刚直接给我讲 把它拿出来 会议规则是12条 拿出来 车总赵 文汇不是你家的啦 你已经光荣的出场了 你绝对可以做 你们绝对可以做 有名 我想邱云说你称赞张庆庄 我主要是取2014年 那时候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要副委委员会 那时候内政委员会招委是张庆中 对 那民进党反对直接审查 因为他们用副议棋 他们也是我讲的副议棋 那时候是吴秉锐主张 因为有副议棋 所以不要直接审查 张庆中那时候都接受副议棋的说法 把他审查改工厅会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2014年我们这么看不起的张庆中 都愿意接受副议棋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的招委可以做得更好 结果邱云听成我在称赞张庆中 所以他就说太阳化崩溃 我想我的逻辑是很清楚 我的意思说后来我被拖出去 我一直在讲 其实我们新国会 我们的招委其实可以做得比张庆中更好 张庆中那时候接受副议棋 对不对 虽然那时候副议棋也是有争议 可是我意思是说 他接受副议棋 把他审查改工厅 我们现在新国会 民进党执政 看到张庆中都可以这样做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那当然从邱云的角度而言 还会觉得我是在称赞张庆中 我想这个予议是很清楚的 好 这个过程当中几个当事人 除了徐永明之外 那位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林静怡吗 然后把他两个五花大 把他架出去的 一个是陈明文 一个是苏正经 都是民进党立委 然后刚才在这个说 你这个太阳化大崩溃 是邱云委员也是民进党立委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节目的基本 我们的反射动作 不用考虑的 我们一定要要求平衡 所以我们也邀了林静怡 邀了邱亦寅 邀了苏正经 邀了这个陈明文 但他们都不巧 都有事情没办法来上节目了 所以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完全的平衡 不过我想这个事情 国民党的角色尴尬 国民党的角色在这里面呢 跟民进党时敌时友 跟时代力量也是亦敌亦友 所以因为这个时候时代力量 认为你们跟民进党是密室协商嘛 但是你们的立场 你们也是反对现在行政院版的 一例一休嘛 对 你们站的立场 可能会在立场上 比较接近时代力量 但是你们被反咬一口说 你们跟国民党去这个密会 密会之后把这个筹码就交换了 交换了什么转型正义条例啦 公投法就换一例一休 好 所以你怎么看昨天这整个事件 还有一例一休修法的背后 好 其实昨天 永明站在那个 直讯台上 那我们在下面其实 首先讲了 其实我们 昨天整天的争议都要讲复议 复是这个光复节的复 光复节的复 不是那个四大复中的复 所以所谓的复议 就是说对于我们已经一读通过的 如果说有意见的话 是可以提出来 就是觉得可能有错 可以提出复议的 是只有现赞成的人 可以提出反对意见 对 只有赞成的才可以 反对的人不能够推 不能再提反对意见 因为会觉得你闹不完 我们那时候那次是 我们国民党是反对 所以这个复有点是 again再一次的问题 对 再一次 确定说你支持 真的是支持吗 你真的是支持吗 没有错 那就原来 赞成的这60个民进党的委员 有两个人没有签 放弃复议嘛 那就是林淑芬跟江永昌 他们两个绝对不是不小心 或者错过了 觉得表达某些 对自己选区选民交代的 一个声音吧 没有错 其实事后看起来 觉得其实林淑芬 她是故意的 这是她的一个战略 感觉起来是这样子 因为她最后也有发言 在整场的 最后的那个 因为白天的时候 永明就说 那不然你把林淑芬找来 把江永昌找来 都找不到人 这算是一个策略吗 这算是永明的一个 林淑芬的一个策略 但我的意思 我现在来稍微解释一下好了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提到一个案子 这个原本赞成的人才可以提出 复议 复议就是我后悔的 那如果本来就不赞成的人 你就没有表达意见的 那后来这个赞成的人 有谁没有缴交说 这个不复议同意书呢 就是一个江永昌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林淑芬委员 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个PTT里面 讲做林淑芬的策略 似乎要一探 就是在这一次的 一例一休的这个 攻防大战里面 有一些密谋 就是要把这个案子往后拖一下了 能够用时间换取空间 用空间换取时间都可以 看看有没有办法 稍微做一些其他的修改 会调整了 那么里面在讲的说是 卡着林淑芬 不出不复议的同意书 他先前故意去说 我赞成哦 我赞成修法哦 所以他就有这个权利 来表示说 我接下来 我要不要反悔 结果呢 他就不把这个 不复议同意书交出去 就让时代力量 可以来操作程序问题 那林淑芬知道 当初投反对票 只要有表态效果 根本挡不住 所以他就故意投了同意票 再故意不出同意书 就可以拖住复议期 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林淑芬委员 他还送了一个 自己的版本进去 要拖时间 为什么这样呢 这个东西不断在延烧 是因为 其实我们从 伊劳蒙这边 也看到了一篇文章 他们最最最有问题 希望能够稍微 hold一下 hold一下 赖院长 拜托 那个从11小时的间隔 说到8小时 可不可以不要这样改 伊劳蒙特别在谈到一个问题是 急诊室的人 这个去帮助别人的人 自己被急诊 去守这个大夜班 到自己流产的状况 为什么要从11小时 缩短到8小时的 这个中间的间隔休息 因为这中间有诈 叫做变形工时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的早班 是从早上的8点钟 上到下午的4点钟 观众朋友 你知道吗 8小时之后 就是你的半夜 12点的大夜班 刚刚好开始 你又可以去守 那个大夜班 从凌晨0点 再守到早上的8点 谁受得了 但是如果在这样的政策 制定下来之后 包括了保全人员 空服人员 我刚刚谈到的 医护人员 他们都没有办法来抵抗 好很多人说 右揽车司机 有其他的特别法来保护 那医护人员 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在这一条上 赖院长 做一点退让吧 好我们看到这个范子 在这边特别提出了 林淑芬委员在里面的 所谓的 瑞银张良继 淑芬过墙梯 好那有名 这是你们的诉求吗 其实 因为淑芬跟 还有这江永昌 他们两个都没有 签不复议同意书 代表他们态度改变 否则你就签了60个 那我就没话讲 我们各党团 有时候很多法案要审 都要签党团的 不复议同意书 你什么时候才知道 这个有两个人没有签 不复议同意书 我找上去 所以我是程序问题嘛 我就问说 那有没有60位委员的 不复议同意书 所以你第一个发言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吗 我那时候不是很清楚 可是一定要有这东西 你才能排审 老柯就拿来说 有啊我有我啊 那我说有几个 他说58个 有两个花掉 我说那你有两个 两个可能会提负义啊 那这样情况之下 你干嘛急着排审 所以整个争议就是从这两位开始 没有错 而且一开始我们要求要知道谁 那个书我们希望他给我们看 印给我们看 他们都说不给我们 而且他说 你要去跟义事处申请 叫我们去跟义事处申请 我们根本是申请不到 那现在这样僵下去 有名在接下来呢 没有僵下去啊 我已经被抬出来了 他们的整个程序已经到 搭讯结束了 所以礼拜五 礼拜五 不是礼拜五 礼拜四 委员会就已经排审法条了 但是那时候可能就会 整天就通过 然后过一个礼拜后 一个月以后就进院会去表决 所以我是感觉这个修法太仓促了 他有很多问题 比如很多人质疑我说 我对林美株部长的态度 我有一次咨询的时候 问林美株部长 三十天三百个小时合不合法 他跟我说非法 隔一天我问他 三十天三百个小时合不合法 他说合法 我就说如果你劳动部 没办法掌握修法的影响跟结果的话 那你修这个法 那未来对劳工的影响是什么 没有人可以知道 OK 那现在民进党有个说法 就是复议这个东西 不复议同意书 复议要二十个人 两个人 对 要是二十个人连署 所以这两个人就没有办法 就算不理也没关系 所以你会给他一个期限 他必须在下次 院会结束前提出来 所以他如果在下次院会前 没提出来 那就表示没有 可是他可以去努力 去找其他五十八个 因为他们两个也是本来是赞成的 现在可能反对 那其他五十八个 虽然签了不复议同意书 搞不好可以撤签 所以他应该给他一个期限去努力 我的要求很简单 你就是按照复议起 其实今天院会他们也可以处理 他们在院会可以提复议案 他把它否决掉 因为复议只能提一次 今天处理 明天就可以排案审查 所以隔一天就可以达到合法的效果 一天都不可能给你 不可能 他怕你说你明天又来 又全副武装 战备口粮包大人 就是又继续来 不整个诉求很简单 就是你如果有付一起 你就让他付一起完备这样 就林淑芬委员的立场来看 其实我觉得他的诉求也 我觉得大家摸着这个良心想想 真的八小时够吗 就摆明了就是要让我们 刚刚讲到这几个行业 去当大夜班 白班大夜班 白班大夜班 排个一个礼拜 你要不要自己试试看 那要班就是要有一些条款 把这些特别的行业要排除 因为这几个行业都是蛮危险的行业 可是林淑芬委员后来在发言之后 好像还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这次 整个的运作是很仓促 而且很草率 我们其实一直提醒 不要再重蹈去年一立一休的复彻 而且这次其实已经很多的学者都讲说 这是让我们的劳动条件 倒退30年到1984年的时候 也就是说换句话说 之前已经有 也现在是七休一 可是一旦变成是四周坦性工时 就变成你可以连续上班12天没有休假 那之前我们也在咨询的时候要求 这卫福部针对12天 上班会不会造成过劳 请他们提出来一些医学的报告 他们也提不出来 而现在状况就是说 其实台湾因为过劳 而造成死亡的劳工的朋友的人数 其实是在增加的 那过劳的定义呢 也就是说是你因为有新血管疾病 你发作了 而且你在前一个月 如果你加班的时数超过100小时 这个就是急性的过劳 如果说是你前六个月 平均每个月加班时数超过45小时 这个就是慢性的过劳 但是现在我们的定义 慢性过劳是45小时 它现在是要绕到54小时 而且54小时的话 它甚至弹性是说 平均三个月是138 所以你变成一个状况 其实上次我们也讨论过 就是你如果六个月里面 第一个月是30 工作30小时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连续都54小时 到第六再30小时 还是符合现在如果新的 新法 我觉得我有一点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这个修法的结果 会造成某一些漏洞 对 这些漏洞对劳工 尤其特别的几个行业 是伤害的 对 那你就补强就好了 是 但是问的是 昨天根本 这样子的质询 都没办法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我们的诉求是 先公厅后审查 因为这个法案出来之后 可是我想公厅 还没有开公厅会 没有 公厅会 其实我有点怕国民党 到头来又是勾欠复国 然后又这样瞎闹了一阵子 最后还是没有进入讨论 没有 没有 你手上那张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昨天 另外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林淑芬委员 他最后他讲 他也是非常的愤怒 尤其讲到这个过劳的问题 所以他讲完离开的时候 他从后面走出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个 就有一位行政院的 行政院的副秘书长 有的时候之前 我们柯建民的办公室主任 就是这个何佩山 何副秘书长 就在后面 他就跟 跟呛这个我们 这个林淑芬 林委员说 林委员 你够了吗 你够了吗 就连呛两句 而且因为 因为他走了之后 本来我也没听到这个东西 是 林淑芬就在门口 马上就大声说 怎么会有一个行政院 副秘书长 在呛委员说 你够了吗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他们两个同党 如果不同党 应该打起来了 对啊 所以那之后我们问 才知道说 原来就是何佩山 那大家可以想到说 原来他昨天 在整天的审查的时间 他全部都在那边盯场 换句话说 行政院是有派人 在我们立法院盯场 就是要让这件事情 一定要过 那这个其实就让我们想到说 那跟一例一休有什么两样 今天其实很多事情是释缓则缘 我们真的是希望说 大家好好的来讨论 有一些他有争议的 而且真的会让我们劳工朋友 会过劳的状况的一些 知识节的东西 像我也有提案 我们的提案 甚至劳动部的部长林美珠 他也承认 他还跟我道歉 因为他们在整个的 后来的报告 检讨报告里面 他们评估报告里面 没有提到我们的版本 我的版本 林温州的版本 还有黄昭顺委员的版本 李彦旭委员的版本 直接跳过 他们直接跳过 然后他们说 因为你的版本太新了 然后呢 我们国民党党团的版本 他直接写上蒋万安版本 所以你就看到说 其实劳动部行政院的整个的 对这个法案 还有评估我们的 我们在野党提出来的这些东西 都是非常的草率 换句话说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是要让他过 那这样子我觉得 其实是对整个的 我们的劳动条件 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好 可是我必须也要讲 像昨天 永明被架出去的时候 国民党有没有人生缘 国民党你去看戏 其实我们在场都有生缘 其实我永明被架出去之后 我其实有跟着看 我就说 他后来又从后门又走 后门又走进来 继续还是在谈这个问题 对 我跟韦文刚刚私下讲 更神奇的是 这十一个小时 走出去外面 竟然没有去上厕所 他又回来 永明没有往厕所 你放一下走 这个已经创了人类医学奇迹了 没有 可是 其实在现场 后来 林文州委员 他就去也去 就站原来永明的位置 就站那边继续也是 针对这个议事的规则 继续在谈 但是 林文州也是被 所以又被扛走 而且这次就是 连那个庄人雄也 也出来也把他扛走 甚至陈敏文也来呛我 因为我就是 因为那个主席 就马上说 那个我们现在 就到什么就走 然后我们几个提案说明 都还没有说明 他就已经让黄伟哲 上去做第一个人的质询了 所以在那个过程 你看到说他们就是 一直希望这件事情 往下走 而且赶快走完 所有的民进党的委员 登记发言的 只有四个人 后来真的有发言 黄伟哲讲两分钟左右 另外这个刘建国委员有讲满 然后另外林淑菲委员讲很久 另外中孔招委员 他在讲五一劳动节的由来 他之前就是拿着一个海报 写大悲无言 他其实因为过去是高雄的 这个老公局的局长 所以他也是觉得这件事情 修法修过头 而且越修越退步 其实他真的是大悲无言 所以我觉得其实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其他人全部都是 就是用书面咨询 最后我要讲 林淑菲委员他在现场 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 在这种状况下 为什么一个是由 魏环委员会主导修法的东西 要加进来 经济委员会联席 其实这是对民进党 对这个修法最大的耻辱 好 这次我跟你講有名 这一次算是 是时代力量跟民进党 公开决裂的第一站 以前可能是有私下互呛 不过我要讲的是说 可能把你抬出去的架 你的呛 你的可能 你们还是当时选举的时候 彼此可能在某种情况下 互相支援 甚至互相站台 互相这个合作的对象 那如今你有没有觉得事太炎良 人心不古 我想 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 为什么你一个人 不是整个党团上去 我想 我们有讨论过 很多人说 黄国昌为什么坐在下面 你为什么不上来 是不是让你一个人 我们讨论过说 这个就让我一个人处理就好了 不想他变成党团跟党 你们事前有先做过体检 就是谁比较强这样 不要变成党团跟党团之间的 这个对峙 就是说我个人去做这个诉求 他们还是有行程的 要去做什么事还是去 可是不时会回来看一下状况 我们就是希望凸显议题 那也没有所谓替换 所以我变成我一个人在那边 站11个小时 可是我觉得这个情况是可以的 那我觉得 一直想提醒民进党就说 有些修法真的不要太快 甚至像賴院长给黄国昌的简讯 去谈这个议事规则的事情 我觉得行政院立法院是分立的 行政院关心他的法案可以 可是不要去管 立法院怎么审 因为他当过立法委员 这两回事 他现在是院长 他不是立法院院长 他是行政院院长 他可以关心法案的进度 可以说服委员立场 可是不要去说 你们这样审对不对 这是两回事 我觉得有些是基本的分寸 比如像我今天 我就开始质疑说 赵奥伟可以动警察 把我抬走 他不敢 或他不用 可是你叫其他委员把我抬走 这是妨碍自由 警察抬我没有妨碍自由的问题 行使公权力 对 你其他委员来抬我 妨碍自由 如果妨碍自由都可以 各位 水球 面粉 那有什么关系 确实是有点妨碍自由的争议 这个案子搞不好 会形成一个案例 那是很明显 因为他就把我拖走 那因为我们 没有这个习惯跟人家扭打 所以你可以看到 而且你也不能告骚扰 只能告 对 所以这是很清楚妨碍自由 所以我是提醒院长 立法院院长要注意这个事情 警察全不行使 可是你却让委员这样支起动作 那社会习以为常 我在另外一个节目 还有人认为说 这很正常 我说哪有 你在路上跟人家扭打 那可以告人的 不是 你怎么在路上 突然有一个人把你掐着脖子 把你往外拉 拉到安全套上 这是不行的 可是立法委员做这个事 大家觉得 他们就是应该做这个事的 我觉得新国会不能这样 我会去做